今天我诚心地邀请你 来跟着我干 我给你一个副局长 没错 金师哥 弃暗投明 善莫大焉 说得好极了 弃暗投明 日本人尝不了 要不你回来吧 我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 我回不去了 如果金正伟考虑 接受我的建议 来当我的这个副局长 你提的要求 咱俩可以从长计议 但是今天 你要非逼我把你杀了 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我就真的回不去了 在这里杀我 你们两个人 先喝粥 真好 还能跟你坐在这里 吃碗粥 我给你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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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的手 温暖的粥 上天待我不报 金师哥 三门姐求我保你一命 不可能 是 丽夏不是星星座态的小儿女 这种话 你留着骗别人吧 你应该相信我啊 我是真心想救你 我已经跟邝警惠说好了 只要你说出 你在广州跟谁接头 还有你们游击队的营地 我们马上访了吧 你听我唱了那么多戏 戏台上的忠臣梁将 都是假的吗 那是我们列祖列祖 传下来的几料 既然有幸唱过他们 演过他们 我又怎么能给他们丢脸呢 靳慧如 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 你是不是也得 为三位姐考虑一下 你身后 一共有三个坑 不只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 人生并不是演戏 这今天谢幕了明天还能再开 你要是死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了 千彩万俗 从心生 烈火焚焦 肉等陷 粉刮碎身 魂不怕 有老亲吧 罪人干 此地甚好 哥 我不想活了 你嫂子走的时候 我也不想活了 可我听你才跟我说 你得活着 所以我就活到了现在 明媚 你要真想此 哥也拦不住 但我劝你一句 你 就算是要死的话 你得挑一个好的死法 我教过你 你慢点儿啊 你慢点儿啊 我跟你说 你得想办法尽快 帮我搞几张通行证 这好帅啊 好 我照片儿 嗯 什么意思啊 仙和 你兄弟的身份你也知道 这是组织上的安排 去哪儿啊 潘石图难民营 我能问一下具体的计划吗 是这样 我们的计划是进到 潭石屯难民营 配合我们里面的同志 破坏掉小鬼子的细菌弹 你的任务是配合我们的同志 疏散那些难民 我疏散没问题 但是你们进不去 我告诉你 山河 这是上级的命令 进得去也要进 进不去也要进去 二弟你要的同性证 我搞到了 但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忧胜 抗日没有错 爱国也没有错 但哥哥还没有倒下 这件事得由我来做 如果我没做成 二弟你得接过来继续做 国筹当前 个人安危荣辱均可放下 放不下的是小妹 知纯知信 知善知亲 小妹 小金为国牺牲 你心里边的苦我懂 我们都失去了最爱的亲人 亲人并没有走远 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 等着我们 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已经过去这么多年 每一次想念阿芳 这脑海里就会浮现 对了 我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 在杀面的洋行保险柜里 我存了一些医书和药方 这些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你说人家在我们这儿开保险柜 都存些金 细软 股票证券 就你 存这么一大堆书 对我来讲 这些都是宝贝 是留给中国人的宝贝 宋世霖 以前你们洪玉邦的帮助 秀口上有这种图案的衬衫 是宋大哥为每一位兄弟 亲手定制的 他活的时候啊 我们俩在一起做生意 每个月呢 我会给他提成 他就会拿出来 养活他几千个兄弟 还有他们一家老小 后来日本人来了 他被害了 照例 每个月 我还会拿出他那部分的提成 替他 来养活这几千个兄弟 和他们一家老小 你们应该都收到了吧 收到了 收到了 那就是我没撒谎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他临死那天来找过我 跟我念叨着 能不能再为这帮兄弟 干最后一票 我没答应 结果 他去了 这几年 再苦再难 我会拿出这些钱 就是为了了他一个心愿 我相信他全下有之 你们信吗 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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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不应该说这些 可我确实遇到难处了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日本人哪 他们要败了 他们想逃了 可在这之前 他们要在广州投毒 据我所指 染上这种细菌生不如死 这样一来 你们一家老小活不成 我弟弟妹妹活不成 我不甘心 眼看着就要熬出头了 好日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毁了 我不甘 我不甘 我就是想跟他们摆摆腕子 可是我一个人 干不成哪 所以呀 我就想求求各位 帮帮我 也算是绑宋大哥 再有 就是绑绑自己 让你们的家人 能够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但是有一点 我不保证 能活着回来 这最近呢 可以说是警示不断 我们还有献兵里的少侠 频频遭到陌生人闯关 而且身上携带武器 闯不过去就动手 动手失败就自杀 这可不寻常啊 我感觉是共党 要在广州搞事情 给你一个提示 弹石头 怎么又是那个地方啊 保安部报告说 三国游戏给陈山河 申请了几张通行证 但是他们觉得很不寻常 希望我们能帮忙调查一下 什么失落事情 就在今晚 好 三国军在里面等你 都走 谢谢 兄弟们 这是交给你们了 放心吧 放心吧 陈山河 让红一帮配合地下党 一起疏散难民 自己则负责 计划中最关键的一步 我的药油送来了吧 我都放好了 这个也给你 以后咱们做生意 离不开这个 你说你要专门做军队的生意 还真给做成了 还是你脑瓜子里了 用不着这个了 怎么用不着啊 军队药品供应商 生意做不了几天 你们快完蛋了 说啥呢 我们大日本会输 我跟你说啊 太平洋战场 帝国是结结败退了 可又能咋的呢 你瞅瞅 这啥 细菌武器 我舅舅一辈子就研究这玩 真把我们逼急了 把这些东西往广州一扔 那广州就得石横遍野 你想想谁还敢逼我们 美国人敢吗 我舅舅那是搞这个的高手 要不能让咱们做军队药品供应商啊 帮我拿一下 必须的嘛 还真多亏你了 你就说这些药油吧 你说需要冷藏保存 那我直接就送到这间仓库来 这里有冷藏设备 这些药油能做多少药 能卖多少钱 我怕呀 燃烧不充分 什么意思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要不充分 不是你 不是你整把破枪 你咋得吓唬一辈子呀 还有这 这是真的吗 差几秒 你等一下啊 三 二 一 就抓住 你不相信 走 炎卧虎 golpe 我走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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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快 你要干啥呀 我告诉你 我 就没打算走 你也别走了 在中国干了弄绝的事 你走了不合适 这样啊 我跟他说的话 我可能没说清楚 我重新跟你说 我 谁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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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只要让我今天出去 出这门 我在你眼前消失 我从此再也不来中国了 我之前赚的所有钱 我全都 谁让开 杰克 我全都给你 好不好 你说得很清楚 我也听得很明白 但是 你走不了 不咱俩合适得不好吗 要钱有钱 要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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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什么都不要 那你干吗到底图啥呀 图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图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图什么 我不像你 还有个儿子 你非得问我为什么的话 就当是问你儿子 让他能活得像个人 来 голос 儿子 有什么 意思 此刻写下这几个字 笔中千金 你们的名字 我曾经无数次写过 在抱着的寻人骑士中 在药房搅拌的原料中 在心里 在梦里 天可连剑 我们三兄妹能重新团聚 我觉得此生无憾 也能对天上的父母交代 古人云长兄如父 找到你们 让你们安全生活 是我这个大哥的责任 有时候 对你们有所苛责 忘你们能理解 二弟从事抗日事业 我虽然担心你的安慰 但一定会支持 好男儿志在四方 其实四方就是你要守护的家乡 二弟或对我与三国游戏交往 有误解 世人也给我诸多无名 但我温馨无愧 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家 我已经利用三国游戏的特权 安排好了一切 我的所作所为即将见分晓 希望二弟小妹能以我为容 来 把这些资料都燃起来 烧烈了 你来吧 你 你来吧 尖官 organized 小心 快點 继续 快點 快点 快点 快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想死在你手上的那些中国人枪比你几回都不多 你不配 我能活到最后是靠我自己的本事 你不配 那你告诉我谁配啊 我把他找来 让他杀你 想杀我 广州城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比你有资格 这篇稿子我准备了很久 但是我今天决定不读了 因为广州这座英雄城市给了我太多的感动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我邝庆辉 为什么会跟你一样坐在这里啊 而且也得到了这枚勋章 我猜你一会儿上台的时候啊 可能会要求惩戒我这个汉奸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文字 阿伟 你得好好想想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以后你我同为功臣 凡事 我要为大家 要向蓝少将学习 第一位 邝庆奎同志 我要报效国家一批西洋 价值啊 可以随便看 说白了 我得多拜几个码头 在广州沦陷期间 李金市省会警察局局长的他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个人容路 带领部下打了三年多的游击 受军同委派假意投降日寇 打入敌人内部忍辱负重 并为抗战的全面胜利 做出杰出的贡献 就算你想扳倒我 也要自己先看文教跟才行 但是不管怎么说 邝庆奎同志 毕竟是党国的公职人员 他的所作所为也是职责所在 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 民间人士 他是我们广州市技艺高超 身价不菲的名厨 陈蔚 他曾单枪匹马闯入敌人巢穴 并在大汉奸汪精卫的晚餐上 刻下了痛斥汉奸的标语 我们广州市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陈英雄 这把便是刻下千古标语的菜刀 之前他一直存放在省会的警察局 作为证务 今天我就要把这把菜刀 交还给我们的陈蔚 陈英雄 请陈英雄上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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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苗苗 老台恩 妈 爸 我替你们报仇了 中文字幕——YK 这是李文茂前辈带西班子起义用的铜钱 你和大师哥都喜欢李文茂前辈 我把它送给你 让前辈好好保佑你 师哥 铜钱我留给你了 这是你的理想 是你向往的大喜态 我只想你好好活着 说明哪天就辜负我 要像他师兄那样 为天下太平而奔走 我还在哪里 不一样 我还从那里 尽量了 尼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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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想给大家 弄几个像样的菜吧 不行 今天啊 必须我来 快 给我 晓雷 二哥 路上辛苦了 我做了一个多月的海船 我再也不想吃鱼了 放心吧 哥今天给你准备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 旧金山有咱们中国餐馆吧 有 我们那儿有一道菜 叫唐人成砸碎 我有时候馋了 最后带着洗碗子去下馆子 这一次 彻底回来了 回来了 新政府盛情相悠 尤其要来送来给我写信 八合会馆的前辈们 也都殷切叮嘱 我就回来了 回来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 又是只回来看看二哥 我师父 干爹 我师哥 还有大哥都在这儿 我走得再远 总会回来的呀 我 你 你 我 你 要 我 你 你 我先说两句啊 各位同志 非常荣幸 广州大酒家 能够举办工商戒 纪念广州解放一周年 军民联欢会 这次联欢会 是由广州的中医行会 中药行会 酒楼夜行会 茶居行会 乐聚 八合会馆等 各行各业 十五家行会共同举办 并且邀请了驻军代表 一同参加 共同庆祝广州解放一周年 庆祝人民安居乐业 下面请陈卫区长给大家致辞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陈卫区长 是从我们广州大酒家走出去的 为此 为此我们广州大酒家 感到十分的光荣和自豪 下面有请陈卫区长讲话 同志们 还有我的这些老战友们 你们好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 在我们的中间 有一些空座位 这些空座位 是留给从抗日战争起 为了今天这一刻 流血牺牲的战友们 是他们的牺牲 换来了我们今天 美好幸福的生活 请大家起立 让我们 敬他们一杯 还在请坐吧 拿起你们手中的筷子 还有酒杯 你们一边享受美食啊 一边听我在这儿 跟你们唠叨几句 咱们广州自解放这一年 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地发展 尤为显著的是中药行业 还有粤菜行业 一一一一时光乎着民生啊 我今天啊 还得知一个好消息 我小妹会带着她的戏班 回到咱们广州 充实乐剧行业 咱们各行各业 在当年 哪怕是在日高的铁地之下 也是不屈不挠 坚持创新 甚至有些人 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也要捍卫行业 尊严和民族气节 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呀 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 敢为天下先 咱们呢 就像是牧棉树 开花开得绚烂 一辈子能挺拔入云 咱们呢 又像是野草 春风吹过 小雨润过 又能 郁郁葱葱 我们终于 我们迎来了新中国 我们迎来了春天 迎来了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的那份美好 这一切 我希望他们 都能看得见 未来